不会唱谱肯定谈不好 不想逐乱打水一场空的 一定要看完 有些人成天就是爬格子 这类手指激冷练习 问的问题也是手指打不开 腻不起来 却连音乐的基本单位 躲了咪都搞不明白 也从不花心思在这上面 练了很久 简单的旋律 还要对着六线谱数格子谈 把它当成了体育锻炼 朋友 你是在学音乐 这样练习绝对是本末倒置 到头来人也受了罪 却学的啥也不是 别怪我没提醒你 尤其在入门阶段 唱谱练习至少要占一半比重 我的课程无论是音阶旋律 还是和弦伴奏 都有大篇幅的唱谱演示 每个学生都要学会唱谱 手指基本功当然重要 课程也有大量这类练习 但是在前期 很多初级练习 对手指要求并不高 一般普通人都能谈 初学者每天出了身体机能练习 还必须做一些音乐性练习 对于要练的曲子 反复听 反复唱 反复模仿 有空学学你所处阶段的乐理 这才是学音乐 记住 会唱才会弹